在諾克道這裡 這裡除了有很多建築材料買 有很多傢俬買 知道還有什麼嗎 還有找到一間很便宜的快餐店 可以吃午餐 他應該會跌眼鏡 為何會找到這麼便宜的餐廳 我想他會這樣 因為他本身是性勸在握 不要以為我不熟悉 雖然我真的不熟悉 但我玩這些遊戲 很厲害 我帶你去吃那間很便宜的餐廳 應該是前面 不少很多 前面是這間 先看看 是這間 到了這個 他的名字很可愛 康尼斯快餐店 看看 多特別 他的招牌在我這樣布 不是 這個叫什麼 即是膠 全部都抵 全部都抵 大大碗29元 雙瓶 全日供應 好划算 先過來看看飯 飯都是40元有罩 算划算了 我剛才找過附近一個茶餐廳的下午茶 要60元 剛才玩 多辛苦找到這間 Brandon 一定知道我有一個絕招 我吃過36元的飯 即我還有38元 吃晚餐應該都可以的 我就吃個飯好嗎 看看他這個 30多元飯的質素如何 我想麵都差不多了 味道 我試試飯 這個環境很棒 我推過來給你 這個也是我40元的飯 40元的午茶餐廳 因為他一個飯最便宜 30多元就有 通常我們吃了飯都會喝東西 所以我就以一個我們平時 打工仔上班 或者你會吃飯 會吃到一個套餐去叫 就叫了這個 我覺得 我還想說 我還想用小一點 這個叉燒OK的 半肥瘦 OK 真的不夠熱 我覺得味道算是不錯的 雖然沒有比燒味店那麼好吃 但以快餐店來說 味道算是最好的 有健康的代表 是一條菜給我的 兩元菜 還有很多這些港式的飯 不知道Brandon多不多吃這些飯 其實都會配搭一條腸 因為腸底放在飯上好像很奇怪 因為不能吃飯 但我很喜歡吃這些腸 特別是廚師腸 這個就有點失望 因為這個茶底比較固 有點苦固 茶底不夠清香 但好像CAMMAN哥哥說的 40元包你飲品 還要求什麼 又不是難飲 那就可以了 不會喝到肚子痛 不過也是太固 這只是通脹的證明 因為是價格調整個價格 你看看 18元 21元 因為它很難 這些印刷出來很難換 我很喜歡港式快餐店的格局 它小小的 它的菜單是黏得整個腸 然後有些更舊式的 其實它的招牌是燈牌 但因為那些真的越來越少 整個一間 整個一間 它這裡都沒有用 整個燈牌 只有這張紙在這裡 我覺得這些環境非常棒 有幾張桌子 有個巴桌 然後那些嬉姐很友善 和你聊天 剛才和叔叔聊完 那裡煮的油麵 好吃 所以我覺得這些小店 或者這些舊式 港式的快餐店 就有這些 這樣的 港式的味道在這裡 而且我覺得它整體 都是優惠的 就算不吃飯 可能吃過炸薯條 炸雞尾 很多選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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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條街的 是灣仔的大食街 很多小食 這些衣服不可以了 嘩 雙眼它們很便宜 嘩 那這個是淺品店 那淺品店 我覺得不太麻煩 嘩 嘩 嘩 這裡有雞嗎 啊 太雞 嘩 很喜歡太雞 太式雞 那有些什麼 那這些呢 有些四寶飯 四百元 還有這些 燒雞扒飯 那其實那個問題 是現在 剩餘四十五元 所以這些不行了 輕食之選 那我不知道 輕食是多輕 三百元一個 海南雞 輕食飯 加上一個飲料 就差不多了 看看 重點是有錯的 對 買一個 是不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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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海南雞那些 海南雞飯 那些 那些小一點 小小 三十八元 三十八元 對 海南雞 小雞 對 加上 觀野飲 這個五元 是嗎 好 嘩 這次 沒有糖 我要健康一點 吃這麼多渣的東西 他找錢他找不到兩元雞 你在這裡吃 對 在這裡吃 這個是代表我贏了 這個是贏家的飯 因為我肯定 問的是 不能找到這麼便宜 靚正的一個 萬飯 香港 肯定沒有 唉 終於是陰堂了 唉 很多地方不給的 現在 這樣就可以 弄得 那些飯 很入味 哇 十粒粒這些飯 你看看 現在 那些飯 真的拌了 很棒的 嗯 很香 很香 還有這些飯 真的是泰國的飯 因為每一粒 是很小粒的 就是不像中國的飯 就是這麼大粒 這些是真的 很積色的 好像敏迪那樣 正常的 我覺得 這些雞呢 我不會說是粗的 但是我不會說是很暖的 是咯 真是正常的 嗯 嘩 嘩 剛剛喝湯的時候 有一粒雞在裡面 真的 就是 湯是不開玩笑 是真的有雞在裡面 正啊 嗯 啊 其實這一餐 我今天吃了三餐 這個是最好吃的 肯定肯定 就是完全不能給的 這個是最好吃的 就是不是 哦 你雞肉是非常好 你雞肉是普通 但是呢 你拿了一些汁 你喝了這個湯 我覺得是 不能輸的 但是 不早做的時候 他應該是吃什麼 茶几的那些 那些早餐 那茶几的那些早餐 那茶几的那些早餐 三十幾塊 那他留飯 那四 六十幾塊 那吃了普通 那些 那些 那些晚餐 四十塊 那他應該只剩 二十塊 我猜 那他只剩二十幾塊 我不知道 他會吃到什麼 好料 那這個呢 算是便宜 是三十八塊 那他二十幾塊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放一些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最後一餐 我就吃這個 雲吞麵 因為我只剩三十二元 我在灣仔 竟然找到 二十六元的雲吞麵 很划算 他單拼雙拼 也是二十六元 那還有幾元 但我只剩兩元 才能加飲 而且剛才 早餐 早餐 省點會吃到四十元 如果我早餐 吃到三十四元 應該可以 喝東西 但我這次 真的喝不到東西 只有二十六元 所以我覺得 雲吞麵 我覺得 香港的麵食 真的價廉物味 我猜到 我想等了 差不多兩三個節 太多人了 很多人都叫外賣 但我們規矩不可以吃外賣 唉唯我繼續等 阿叔上了 你不幫我嗎 阿叔說 阿叔說 他們很繁忙 我們找了一張台 是很自助式的 你看到有位子 進來坐 下單也有點難 阿叔說 稍後幫我 我們看看他什麼時候回來 來了來了 這裡 這裡 這邊 這邊 要個雲吞魚蛋麵 小麵 雲吞魚蛋麵 成功下單了 終於 阿莽 對 我是你那個 好 OK 這個就是我 二十六元的麵 雙拼 多抵 因為雙拼都貴一點 他竟然單拼雙拼同價 他有兩粒雲吞 三粒魚蛋 因為魚蛋是自製的 所以我就叫了魚蛋 這個是招牌的 所以我就叫了雲吞 如果你是單拼的話 雲吞會有四粒 雙拼雙有兩粒 好了 那我 不客氣了 看這個 二十六元的麵 好不好吃 這粒雲吞多大 果然是招牌 而且就這樣看 皮薄 因為它很通透 看看 這個雲吞真的很好吃 它有兩粒蝦 一粒豬肉 而且它的蝦 是很爽口的 一點都不是梅的 爽口雲吞 吃不吃二十六元 嘩 超值 簡直是有誠意的雲吞 果然是 難怪到到處都是叫雲吞麵 基本上台台都很多人吃雲吞麵 看看 好 我先吃這個 嘩 嗯 二十六元相片 還叫了魚蛋 自家仔 看樣子 我就覺得 普通一點 樣子 起碼不陽是 嘗試一下 嗯 嘗試一下 吃起來都 普通一點 但是很香胡椒味 但是 魚味不是非常之好 而且我覺得 它不夠彈牙 它有些比較實 所以我覺得它雲吞 是出色過魚蛋 但是 抵食 都是抵食 很難這個麵 因為我覺得 吃這個雲吞 一定是要搭麵 雲吞麵 所以我通常叫雲吞 都會叫它麵 我麵 就喜歡爽口 我就略嫌它 就不夠彈牙 但是整體來說是OK的 但是如果麵 再彈牙一點 我就會開心一點 它全日26元 無論什麼事 都是26元 正 去計 4元 謝謝 剩下6元 謝謝 那我就完成三餐的挑戰 剩下6元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不知道Brandon 他剩下多少錢呢 我覺得 他是一個挺熟行情的 雖然他來了香港幾年 但我覺得他非常熟悉香港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都會找到一些很便宜 很棒的東西 所以 不知道 不知道他會否剩下6元 我們現在 回去集合 哇 民迪已經倒了彎仔斬 現在要快點去那裡 民迪已經翻了彎仔斬 尖叫上面好像是 哇 哇 民迪 哈哈哈哈 OK 3 2 1 來問雞 我是一個價值6元的飲飯 你是不是餐一餐都喝東西的 不是 我最後一餐就喝到 啊 所以 我餐一餐都喝東西 啊 餐一餐都喝到 剩下6元就買了 啊 OK 那其實 我覺得我贏了 你買餐條叫什麼 啊 你買餐條叫什麼 海南雞 哇 這麼棒 是啊 海南雞就 38元而已 便宜 其實呢 我覺得哪一個是贏的 不單是看價錢的 是 都是看東西好不好吃 對吧 其實我覺得這個決定呢 是給我們的觀眾 是 是 所以請觀眾去留言 你覺得哪一個是贏了這個100元的挑戰 的 記得投我啊 是啊 還有記得like subscribe 還有comment 好 來個挑戰 拜拜 喂 搞多久啊 唉 肚餓啊 大哥 唉 敏感啊 敏感啊 等一等啊